高雄無障礙之家工作人員一邊拉一個 步行越過封鎖線趕搭接駁車 無障礙之家下午4點多接貨撤離通知 地下管線有以息外洩 但到了晚上7點40分花了快3個小時 才全數撤離100位嘉明 11號下午3點38分消防隊接貨通報 前鎮區翠亨北路氣體外洩 4點20分抵達現場 接著4點57分副市長林興榮到場指揮 空白了將近2個小時才在臉書群組 發布封錄訊息 而市長陳其邁更在5點50分才到場了解 危機處理似乎慢了好幾拍 在兩處地下孔蓋偵測到異常 為了預防爆炸意外現場拉起封鎖線 但以息外洩飄異位早在兩天前 就有民眾通報 以息外洩如果民眾用火不慎 很可能就會發生爆炸 由華運倉儲負責排空管內氣體 環保局每半個小時到一個小時監測一次 原本預計晚上8點50分解除危機 但晚了一個多小時才徹底排除狀況 我們這一次的這個危機的狀況 已經可以說是正式可以解除了 晚上10點左右宣布危機處理 但卻被民眾罵翻 資訊不公開透明 只透過網路群組發布訊息 一息外洩點在哪裡 金發局 消防局 新聞局 甚至環保局 第一時間各局處互踢皮球 最後推到副市長林興榮頭上 才給出這個答案 我們必須要抓肉 記者黃迅 聰沛誠 雷村區小組 高雄報導